公園裡面時常出現一種非常奇怪的鳥 牠們好像不太怕人 如果我們經過牠們的時候 牠們好像也不為所動 行走的速度很慢 讓路過的人都好想要接近看一看 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在30年前 還是賞鳥人在山林當中 非常少見的夢幻鳥種 早期甚至被歸類為稀有流鳥 近年來牠們的數量在台灣越來越多 這背後又有什麼生態上面的議題 值得我們討論呢 我們今天的動物圖鑑 所要來介紹就是俗稱大奔鳥的黑罐馬鹿 我們將要在今天的影片當中 為各位介紹這種生物的生態 以及科普介紹 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也是對台灣鳥類感興趣的話 也非常歡迎各位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愛台灣的捷克 我今天要來為各位介紹一種99%以上的台灣人 都有看過的公園巨鳥 這種神奇的巨鳥叫做黑罐馬鹿 也有人叫牠們大笨鳥 黑罐馬鹿這種生物在科學上面的分類為動物界 極俗動物門 鳥鋼 提形木 陸科 馬鹿屬的黑罐馬鹿 主要分部的地區為疾風亞洲的東南部至南部 他們主要的外型為咖啡色構成 最好分辨他們的地方是他們頭上那長長的罐羽 有點像龐克頭 但是又像是剛洗好頭頭髮垂下來的龐克頭 面部還有脖子的地方呈現紅棕色 背部的地方顏色是比較深了一些 是呈現黑暗色的紅棕色 而腹部有細條紋 翅膀為黑色 亞洲鳥是灰棕色的 有黑色和白色的斑點 遇到緊張的時候會伸長他們的脖子偽裝 這種鳥類他們站起來的時候 大概有47公分高 每次看起來都很呆萌的 站在路邊的小草地上 那他們在路上慢慢的盯著地盤看 究竟有何目的呢 陸科的鳥類幾乎可以說是肉食性 黑罐馬鹿之所以會盯著泥土的表面 推測是因為他們在感受泥土當中 蚯蚓運動的狀態 他們緩慢的走在泥土上 當感覺到有蚯蚓在表土層爬行 他們就會快速的用嘴巴打入土中 抓到蚯蚓來吃 有時候還會因為蚯蚓的身體卡在土裡 發生像是跟地球拔河的有趣搏鬥現象 不過這種鳥類確切得 他們究竟是如何去感受蚯蚓的位置 而去吃這些蚯蚓 目前也都只停留在假鎖的階段 台灣以蚯蚓為主食的鳥類並不多 再加上氣候變遷等等的因素 讓族群逐漸的擴張 這個物種除了捕食蚯蚓之外 也可能會去吃一些小型的青蛙 小型的蛙類或者是昆蟲 其中會讓你有點嚇到的是 牠們也有可能會去吃一些小型的鳥類 2015年三立新聞也曾經報導 台灣有攝影師拍下黑罐馬鹿吃下麻雀的照片 台大森林所也有記錄多方的證據 陸科鳥類也會出現如猛禽般的行為 真的是在都市裡頭的街頭霸王 黑罐馬鹿在繁殖期入夜之後 會站在樹枝上面朝著四面八方 發出非常大聲的聲音 大家如果仔細聆聽夜晚鳥類的叫聲 也有可能有聽過 牠們的巢是由樹枝交織在樹叉之間 一伏一齊製的 牠們會共同的竹巢、孚蛋、御廚 而牠們一窩蛋代替是產2-6顆 是白色的蛋 而且有褐色斑點的蛋 孵化期待是28-32天 黑罐馬鹿的英文名字叫做Malaysian Night Heron 雖然名字當中有夜鹿的含義 但牠們卻不是夜行性的鳥類喔 我們大多是在早上看到牠們 出沒於各大校園 但是這種鳥類在大部分地區是稀有的流鳥 另外有少部分的族群會在中國華南、斯里蘭卡 與東南亞之間遷徙 包括早期的台灣也很少見 月末在1990年代的鳥類圖鑑當中 通常是把這種物種標記為稀有的流鳥 根據關鍵評論2019年的報導 黑罐馬鹿在近10年到20年 牠們的族群快速的擴張 大概不到30年前 黑罐馬鹿還是賞鳥人心中的夢幻鳥種 即使到了現在 黑罐馬鹿的自然分布區域裡 也大概只有台灣的黑罐馬鹿 才會如此的親近人類 在其他的地方 像是馬來西亞、華南等等 黑罐馬鹿的分布局限於山區 甚至還有國外的賞鳥人來到台灣 就專程想要來看我們身邊這種 稀以為常的鳥 這種鳥類的擴張引發了眾多議論 有生態學者認為這種肉食性的掠食者 是因為現在都開始大量的種植草皮 引入外來種的蚯蚓 食物豐富的環境促使黑罐馬鹿的生長 也有人認為是因為環保意識抬頭 大家對於動植物的重視 間接幫助了這些群體 不過有些人覺得黑罐馬鹿的數量變多 可能因為肉食性的特性 而導致其他鳥類的生存空間遭受到壓迫 或者是把錶土成了蚯蚓吃光 導致現在比較少找到蚯蚓 但現在目前都還沒有正確的定論 或者是明確的研究 更沒有任何鳥類的調查顯示 都市內的小型鳥類在近20年有大量減少的趨勢 蚯蚓跟魚類也是 所以這部分我就略帶保留 等待更多科學生態研究有結果之後 再跟各位分享啦 今天這一集小短片 是為各位簡單介紹黑罐馬鹿 現在的城市逐漸的發展 在許多生態學的觀點 或許認為人類的發展與擴張 壓迫了許多生物的生存空間 然而就本集的黑罐馬鹿來說 有相關專家則是認為 或許黑罐馬鹿是都市化的社會 逐漸發展的生態受益者之一 因為早期社會大多為農田 各方面的農作物會隨著四季更迭 當然生態也不斷的改變 對於鳥類來說 要適應這種不斷改變的環境 勢必沒有那麼容易 得去適應生態的不穩定性 到了現在 我們的生活當中 多了更多的公園以及穩定的綠地 這些穩定的環境跟以前相比 對於黑罐馬鹿的生態有利 提供更穩定的食物來源 以及更適合竹巢繁殖的樹木 也可能因為這些原因 造就了黑罐馬鹿在我們生活當中 能夠時常看到的原因囉 各位喜歡這種看起來呆萌呆萌的城市小夥伴嗎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你的想法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我也將持續在每週晚上10點 更新更多跟台灣鳥類有關的內容喔 好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